同学们好 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学习第四章 审计抽样方法 这一章呢 我们还是给大家呢 分析一下这一章的考情 然后我们明确这一章的学习要求 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一章的主要知识点 给大家做讲解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一章的考情分析 这一章呢 我们给它定位在比较重要的章节 因为本身我们这一章在考试的时候 应该说客观题呀 简答题 甚至在综合题当中涉及 都是经常的 那这一章的核心 就是我们要把抽样 具体的用在我们控制测试 和细节测试当中 换句话说 我们不仅要涉及到抽样的概念 还会涉及到抽样的具体运用 我们在做控制测试的时候 如何抽样 在做细节测试的时候 如何抽样 所以从我们这个 历年的试题当中呢 也可以看到 历年呢 既考到了客观题 也考察过简答题 包括在综合题当中的设计 就是综合题当中的某一个资料 其中的一个事项 涉及到我们抽样的问题 特别是这几年 我们更多的在我们客观题 和我们的这个综合题中 涉及抽样 这种几率比较高 单独出简答题的几率有所下降 我们应该说 主要就是在客观题 和在综合题中的设计 那我们就具体看一下 这一章呢 给大家都有哪些要求 第一个 需要我们理解 选及抽样的相关概念 抽样的一些概念 这些基本的概念 因为后面 我们要把它用在控制测试 和细节测试的抽样当中去 所以要把这个相关概念理解好 同时在相关概念当中 我们还经常会考到客观题 所以大家呢 单选多选这一块也要把握好 第二个就要掌握 就要掌握 神迹抽样在控制测试当中 我们如何来进行抽样 这就神迹抽样 在控制测试当中的运用 以及第三个也是要掌握的 就是我们在细节测试当中 如何进行抽样 所以这是大家呢 要明确的 那我们具体就首先看一下 审计抽样的相关概念 抽样的相关概念 什么是抽样 大家呢 那我们实际上抽样 是我们选取测试项目的一种方法 因为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我要执行程序要获取证据 获取证据不可避免的 我就必须要选取我要测试的项目 是不是啊 那我们也经常说我抽屏的时候 我抽哪个 我从明确账选取项目 我从明确账当中的 比如收入明确账 是吧 存货明确账 成本明确账 那么多 我选收入明确账当中 我选哪些收入啊 选多少收入啊 这些呢 那我这个在选取测试项目的时候 我选用什么样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啊 在审计当中必须要面临 必须要选择的 我们有这么三种方法 一个就是对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我不用选这个交易 是不是啊 有多少项目 我就选多少 比如说备审单位 备审期间固定资产的增加 一共他就增加了两个固定资产 就有增加的业务 固定资产增加业务就两笔 那我就这两笔都查了呗 那就选取全部项目了 对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对不对啊 所以那我不能说两个里头 我在琢磨着 我选哪个 是吧 用不着就这俩 我都测了就完了 所以如果交易业务量不大 或者某一个项目交易业务量不大 它又相对比较重要 那我就可以不用去 这个我就直接就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第二个选取特定项目 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选取特定项目就是 我会设定一些标准 比如说这个交易的金额 在多大金额以上的 比如我们定了金额交易金额 在10万以上的 或者在100万以上的 我会定一个标准 然后是具备什么特征的 是哪些月份 比如说我通过这个实质性的收入的 实质性分析程序 我发现被审单位 它在被审期间的年底的时候 11月12月份 它的A产品的收入明显有异常 那我这时候我就怎么样啊 那比如说单笔交易金额 在10万以上达到10万几以上的 A产品的 A产品的 那个销售的A产品 在11 12月份销售的 那我都要测 那我就可以把这些符合我 我所确定的是吧 我定出来的特定条件的 这种测试项目我就都选出来 我进行测试 这是选取特定项目 一般我们会选择那种 金额大的风险高的 可能有问题的 这就是我们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第三个就是我们审计抽样 我们在这一章主要讲的就是抽样 讲的就是这个抽样 我们审计抽样 实际上我们就要从相关的总体当中 就他相关总体 我选取出来一部分 样本 选取出来一部分项目进行测试 根据我们对这个样本的测试的结果 去推断总体的特征 这样呢 而且呢 由于我选取的项目 在相关总体中选取的项目 或者选取的样本 是具有代表性的 所以那我样本的特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总体特征 或者说他接近总体特征 所以这是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审计获取证据的时候 就需要选取就需要对具体的项目进行测试 所以我要选取我要测试的项目这三种方法 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去选 但是经常我们在控制测试和细节测试时候经常会用抽样的方法啊 那我们就具体看一下了 第一个审计抽样 第一个审计抽样 那我们就主要在这讲的就是什么 抽样的定义啊 抽样的特征啊 是不是啊 那这点呢 大家呢 要注意相关的客观题就行了 审计抽样的含义 什么是审计抽样 审计抽样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呢 审计抽样是指我们注册会计师 对具有审计相关性的 就它肯定是相关的 相关性的总体中 也就是说在总体当中 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实施审计程序 当然了 我从总体当中 我测试的项目不是百分之百的测试 是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 就只选取一部分进行测试 而且我在选的时候 使所有的抽样单元 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所有抽样单元 我们是一视同仁的 对所有抽样单元都是同等的 都有被选中的机会 然后这样呢 根据样本的啊 根据样本的这样呢 为注册会计 针对整个总体得出的结论 提供合理的基础 这样呢 我第一 我在所有的这个抽样单元 都有被选中的机会 然后我从这个总体中 选取一部分进行测试 我测试的样本的结果 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总体特征 比如说在百分之九十的可靠程度 或者在百分之九十五 甚至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可靠程度上 代表总体特征 但是他要说和总体特征 你只要是抽样 很难达到 我样本的结果和总体特征 完全一致 啊 很难达到的 所以这是我们 审计抽样的含义 接着审计抽样的特征 审计抽样 从我们定义当中 大家就可以 我们可以总结出来 它的特征 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 对具有审计相关性的 这种总体当中 肯定是什么 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 实施审计程序 如果我对百分之百的项目 进行实施审计程序 那就叫什么 对全部项目进行审查了 测试了 就不叫抽样了 是不是啊 所以它一定是什么 我在抽取的时候 全部当中 我抽百分之二十 抽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七十 总之 我不是百分之百 是低于百分之百的 第二 所有抽样单元 都有怎么样啊 被选中的机会 如果只有个别的项目 有被选中的 有些项目是绝对不会被选中的 那这个就抽样 它就不具有怎么样了 它就代表性能弱多了 第三个 可以根据样本的 样本项目的测试结果 根据样本项目的测试结果 来推断出抽样总体的结论 得出抽样总体的结论 换句话 根据样本的特征 来推断出来总体特征 最终对总体得出结论 所以这是大家就正因为这一点 那我们这个这里面 大家就要明确了 它是一个什么 它需要怎么样啊 它是推断 根据样本的结果 去推断总体的特征 所以我们样本一定要能够对总体 它有代表性 如果没有代表性 它就推断出来的总体 也不是一个什么可靠的 所以这是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三个特征 就这三个特征提醒大家呢 注意的问题 第一 下列情况实施的这个审计程序 不属于审计抽样 一个是百分之百的测试 那它就叫详查 或者全部审查了 是不是啊 然后再有只选取特定项目 那只选取特定项目 它就不是所有的项目 都有被选中的机会了 对不对啊 它就不符合 我们这个基本特征的第二个 第三个 虽对选取的项目实施了测试 但不具此推断总体特征 不基于样本的特征 去推断总体的特征 那也不叫抽样 那也不叫抽样 所以我们这个抽样 一定是要最终要基于样本的特征 去推断总体 它才叫真正的抽样 也说我要得出来总体的结论 这是我们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我要想从根据样本的测试结果 去推断总体 就需要我具有代表性 我样本必须要代表总体 是不是啊 要对有代表性 所以只有当从抽样总体中选取的样本 大家注意具有代表性的时候 注册会计师才能根据样本项目的测试结果 来推断出有关总体的结论 如果不具有代表性 那它就怎么样啊 就不会 那你不具有代表性 你推断出来的 它也不是不符合总体特征 那这个什么叫代表性呢 就是我根据样本的测试结果 推断出来的总体的特征 或者对总体得出来的结论 和我针对这个总体进行测试 得出来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 不意味着完全一致 因为我必定是从总体中选取一部分进行测试 来推断总体 比如说 那我们现在这个有 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有100个乒乓球 是吧 有100个乒乓球 里面呢 我割了90个白的球 10个黄的球 现在呢 我们就从里面抽10个球 就闭着眼睛摸 随机的摸 摸出10个球 抓出10个球来 那这抓出10个球 我有可能抓的这10个球都是白球 也有可能抓出这10个球 9个白的 一个黄的 也有可能我抓出来的黄的更多 是不是啊 那各种可能 反正这10个球各种情况都有可能 那如果我不考虑五叉 我根据样本的结果去推断总体 如果我抽出来的有8个球 8个白的 2个黄的 我说里头有20个黄的 有这个80个是白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样本的结果和总体特征是有偏离的 那我这个样本只有一个 我抓出来的是9个白的 一个黄的 这时候我样本的结果 它好像是一致的 但我们知道抽样 还是会有一定的偏差性的 这个偏差性是永远存在的 只要抽样它就存在 所以我们只是说代表性是样本的结果 和我对怎么样啊 和对总体 我根据样本推论出来的结果 和对总体实施相同的程序 得出来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那这时候就叫怎么样 这个样本具有代表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的样本 根据样本测试推断的结果 和对总体测试得出来的结果 完全一致 那做不到 代表性的内涵 大家就知道了 如果样本的选取是无偏向的 没有偏向性 我随机选出来的 那这个样本就具有代表性 那这个代表性 我们会考虑哪些呢 它这个样本的代表性 通常与样本的整体 是不是啊 选样的方法 选样的方法 如果我用的不是随机的方法 那它代表性可能就会弱 然后错报发生率 是不是啊 错报发生率相关 这个与单个的什么 与样本的单个项目 样本的规模和错报的特定性质 是没有关系的 和样本的整体选样方法 和错报发生率是相关的 所以它和哪些因素相关 和哪些因素是无关的 大家要知道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呢 提示的审计抽样的特征 那我们审计抽样 根据审计抽样的定义 以及我们抽样的特征 那我们审计抽样 它适用于哪些方面 它并不是说所有方面 所有程序都适合抽样 我们有些程序是不适合抽样的 审计抽样并非在 所有的审计程序中 都可以使用 不是哪都能用了 在风险评估程序的时候 我就不能抽样了 是不是啊 那我们在风险评估程序 风险评估本身就不能抽 就不适合抽样 为什么呀 我是风险评估程序 我是要识别评估 被审单位报表的重大错报风险 然后我再抽样 抽样就有风险 那我这时候 就有些可能有重大错报风险 我在抽样过程当中就给漏了 对不对呀 所以审计抽样 这个不适合用在我们的风险评估程序 那在我们的控制测试程序和实质性程序中 有的程序也不适合我们抽样的 比如说询问 询问我怎么抽样啊 是不是啊 然后再有我们的这个分析程序 分析程序怎么抽样啊 所以他就不适宜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些程序不适宜抽样 一个是什么 风险评估程序 通常不涉及审计抽样 不能抽 一抽就坏了 在有控制测试的时候 如果没有留下 未留下运行轨迹的控制注册快适 通常实施询问观察等审计程序 以获取有关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那这时候呢 就不适合抽样 询问啊 观察啊 这个呢 你就不太适合抽样 像询问 我现在想要了解一下被审单位 它的这个具体的 比如说拆旅费报销的这个 拆旅费出差回来 拆旅费报销的这个流程的执行情况 是不是啊 我想询问一下 询问一下 那我这时候我要说我从全体员工中抽样 那这个全体员工真正出差的员工 他只是全部员工当中的很少的一部分 对不对啊 并不是说所有员工都会怎么样啊 都去抽都去出差 所以那一抽抽出一个这个 这个比如说抽出一个开门的 是不是啊 门卫 那你问他没意义啊 他说不抽我不出差 所以在这时候大家呢就可以看到啊 我们抽样并不适合于所有程序 此外 在被审单位采用信息技术 处理各类交易 及其他这个信息的时候 注册快师通常怎么样啊 只需测试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并从各类交易中选取什么啊 一笔或几笔交易进行测试 实际上就是穿行测试 是不是啊 我对一般控制进行测试 在我们信息技术处理的时候 信息技术处理的时候 具体的应用上 那我只选取什么啊 一笔啊或简单的几笔 也就是穿行测试 就能获取有关信息技术应用控制的什么啊 它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那这时候我们也就不需要抽样 没必要再抽了 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再有我们做实质性分析程序的时候 分析程序的时候 它也怎么样啊 就不适合应用抽样 还有呢 审计抽样呢 可以和其他测试项目 那方法结合在一起来应用 其他选取测试项目 像我们审计抽样 可以怎么样啊 我在抽样之前 我可以先怎么样 为了提高我抽样的效果 我可以先把那种金额大的风险高的 因为我一抽样可能重要的项目 风险高的项目没准没有抽到 所以我索性就怎么样啊 先选取一定特定项目 先把这些重要的拿到手 剩下的再随便抽吧 是不是啊 随意抽吧 抽完了以后也没问题 所以这个呢 是完全可以的 这是我们首先呢 给大家呢 介绍的一些这个 最基本的 审计抽样的这个和定义相关的 它的内涵啊 它的特征啊 以及这个我们它的适用性 所以在这点呢 我们看这个相关的例题 下列审计程序中通常 不易使用审计抽样的 有哪些啊 哪些通常不适合用审计抽样 我们可以看选项 A 风险评估程序 风险评估程序就不适宜抽 B 对未留下运行轨迹的控制 运行有效性实施测试 那这也不适合抽样 C 对信息技术应用控制的 运行有效性实施测试 那这个应用控制 我们一般都是测它的 一般控制 应用控制只简单的选一笔 或几笔进行测试 不用抽 D 实质性分析程序 实质性分析也不适合抽样 所以ABCD都是不易使用审计抽样的 那我们就逗选 再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审计抽样 基本特征的有哪些 哪些属于我们抽样的基本特征 我们看一下选项A 对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总体中 低于100%的项目 实施审计程序 那我抽样的基本特征的第一条 就低于100% 所以如果要全抽了 全都查了 达到100% 那就叫全查了 那就不叫抽样了 选项B可以根据样本 样本项目的测试结果 推断出有关抽样总体的结论 那这也是啊 我们抽样一定是要根据样本的测试结果 去推断总体 如果不推断总体 那就不叫抽样了 C 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这也是没问题的 这点呢 我也这个前面这我也顺便再说一下 如果我从总体中选取部分项目进行测试 但是呢 测试的结果 样本的测试结果 我不推断总体 那这个叫抽查 就不能叫抽样 我们抽样一定是样本的结果 推断总体的特征 那这个选项C呢 所有抽样单元 都有被选中的机会 这也是什么 我们抽样的基本特征之一 选项D 可以基于某一特征 从总体中选取出 怎么样 选出特定项目 实施审计程序 这不叫抽样 这不叫抽样 这是选取特定项目 所以它不是抽样 但是呢 它可以在我们 就是这个可以结合 可以和我们抽样结合在一起用 但是呢 它不叫抽样 所以它不属于我们抽样的特征 属于抽样特征的就是A、B和C 我们就选A、B、C 再看一个单选题 下列有关审计抽样的样本 代表性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哪个 哪个说的是错的 那我们看一下选项A 样本代表性 与如何选取样本无关 和选取样本无关吗 和选样方法无关吗 有关啊 他这说没有关系 这就不对了 是不是啊 B 样本代表性 与整个样本 而非样本中的单个项目相关 那它这个它和整个样本是相关的 和单个样本是无关的 是不是啊 那这个选项B说的是对的 选项C 样本代表性与样本规模无关 确实样本和样本的代表性和规模是没有关系的 你抽三个也好 十个也好 二十个也好 你抽多少个 那这个怎么样 这是规模的问题 是不是啊 但代表性 我抽三个 他我只要那个符合 他能够代表总体特征 他也是有代表性的 是不是啊 我也可以做到 他有代表性 选项D 样本代表性通常与错报的发生率相关 对没错 他和错报的发生率 和特定和错报的特定性质无关 但是和错报的发生率是相关的 所以那我们ABCD 是不是啊 ABCD当中 只有选项A说的是不对的 那我们就选选项A 这是我们审计抽样的这个定义